飞弹火光划破天际,时隔三周 俄罗斯今日再朝乌克兰发动大规模飞弹攻击 乌克兰全机空机警报响不停 不止多栋民载遭炮击 主要的能源设施也被俄军锁定空炸 根据基辅独立报指出 基辅州军事管理局长表示 俄罗斯在这次袭击使用了无人机 和几乎所有类型的巡航飞弹 虽然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了巡航飞弹和无人机 但其中一枚匕首高超音速飞弹 还是击中了基础设施 乌克兰总统前发言人也在推特发文表示 最糟糕的情况都来自俄罗斯 但仍坚信乌克兰会挺过来 认为光明必须战胜黑暗 乌尔战争开始之际 俄罗斯几乎每周攻击一次 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 相关分析人士猜测战争一年过去了 俄罗斯损耗大量武器 攻势也变得相对分散 时隔三个礼拜再袭击 应该是在节省弹药 根据外媒报道 伊朗已经向俄罗斯军援了 1亿发子弹和30万枚炮弹 计划会提供更多弹药 此外乌克兰也指出 伊朗已经至少提供了 2400架无人机给俄罗斯 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2月 也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指出 俄罗斯打算提供伊朗战斗机 和其他军事装备作为回报 联合国秘书长8日 访问乌克兰时也针对 日前乌克兰战俘 因为高喊荣耀归乌克兰 而遭到俄军枪杀的影片表示 乌克兰士兵被随意杀害 很悲惨且令人震惊 猛烈炮击俄军枪杀战俘 并提醒各方必须严格遵守战争法 记者张伟珍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